难怪杨幂都对徐志胜刮目相看 他一开口就是女明星的理想型 作为知名的搞笑丑男 虽然上帝给志胜关上了外貌的门 却给了他一个顶级的大脑 让志胜不论走到哪里都少不了名场面 孙谦蹦不住了 真是扶了这人怎么又恶心又搞笑的 不光眼情紧巨石耍宝 徐志胜就算在一边坐着也不消停 尤其是和黄子涛一起简直一秒钟800个名场面 导演那边出题说要一人说一个地名 结果徐志胜一张嘴 胡兰 啥 胡兰 胡兰 也对 他说胡兰也对 胡兰也对 胡兰也对 说话带口音差点给黄子涛笑死 别人给他找不但徐志胜觉得并不奥 我觉得地名胡兰 对啊 黑龙江胡兰 但我说的是胡兰 黄子涛根本停不下来 而此时的徐志胜还在输出 我说的不是胡兰是胡兰 对 不要不要 咱有一碗归一碗 好了徐志胜你差不多得了 我真的怕你身边的那个黄子涛会笑抽过去 之前徐志胜上桃花物还立下豪言壮语 向领头大家长送单单表忠心 紧接着就被旁边的孟子一拆台 接下来这五天孝单而行 大妈说啥 不会有一句反话出来 啊 你这五天才开始孝单而行啊 我们刚录就开始相当而行了 但徐志胜反应飞快 马上接梗 年轻人总要走一些弯路 才能到达笔 之后两人被分到一起合唱 孟子一直接开麦瑞评 但我感觉你唱歌比我还难听 徐志胜哪能惯着他 立刻选择重拳出击 但你说话比我难去 你们俩真的是觉得错过一个梗会怎样了 建议直接组团出道 当然徐志胜也会用他的幽默来缓解尴尬场合 在之前录制的某档综艺中 导演组将从前的搭配拆开 男女嘉宾重新量两分组进行约会 徐志胜和江书颖分到了一分 前一秒他还深思地为江书颖拉开一分 结果下一秒 把江书颖逗得直笑 紧张的气氛瞬间就缓解了 而两个人坐下后徐志胜也不消停 虽然实在浪漫不了一点 但的确轻松许多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爱跟徐志胜在一起 他总是能带来欢笑 哪怕只是站在后面默默不出声 也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